歡迎打開肉皮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死侍2 Apple 2 在2016年成功開拓了全新的超級英雄電影風格的死侍又回來了 這部電影非常的成功 影響了後來我們有更多不同種類的超級英雄電影 像是我們去年看到的非常成功的羅根 去年這部叫好又叫做的金剛狼電影 死侍是絕對不會放過要好好嘴他一下的 導演是由捍衛任務急凍之城的David Lynch 指導 Ryan Reynolds 以及今年很忙的 Josh Brolin 主演 這一集電影的劇情敘述只是要保護一位叫做 火拳的變種人小男孩 而組成了一個有特殊能力的X特攻隊 而擋在他前面的是穿越時空來自未來要暗殺這個小男孩的機堡 我非常的喜歡第一集死侍惡棍英雄 一部非常創新又有獨立性的電影 又有叛逆的邊緣人個性又有靠北到不行的效果 支撐得住的劇情故事 我也在前天的直播上面聊到我為什麼喜歡死侍這個人物 他有點像是一個酸民超人的感覺打破一切的規則 第二集依舊很不錯 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看得見 因為上一集的大賣而做得更好更完善了 但是在上一集的導演跟主角的理念不合離去之後 我還是很明顯的感受到這家店的大廚換人了 雖然整個電影的格局變得更大 人物更多 嘴炮更沒有節操 但就陷入了一個 我知道要拍第二集時就有的一個擔心 就是整個電影的立足點不同了 這個人生失敗組的故事在第一集賺大錢之後 它的續集還能維持同樣的定位嗎? 你無法在第一集電影成功之後 再拍一個魯蛇逆襲的故事了 我想這也是第一集的導演跟主角 他們理念不合一個很重要的點吧 於是這一集的死侍出現了一些尷尬 第二集的走向 他也慢慢的變成了他嘲諷的那些對象 死侍的性格完全沒有變 Ryan Reynolds 還是很完美的演出這個角色 但是整部電影對於這個角色的塑造 就是出現了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集的死侍很像是沒有人愛的鐘措聲 一個讓人頭大的問題人物 第二集他就變得像是一個有錢的大家族裡面 自己要跑到外面去住的公子哥 他永遠都有退入 他永遠不是孤單一個人的 那個騙遠人的設定在第二集中 可以說是完全看不到的 換句話說 如果你沒有很喜歡死侍的上一集 那你倒是可以試試看這一集的電影 說不定你會很喜歡 因為基本上完全不同 從故事格局到劇情架構都不一樣 雖然說死侍主打的是一個限制級的英雄電影 但其實在台灣只有副十五而已 並沒有到真正的限制級 一開場是有一些比較血腥的場面 但其他地方就還好 也沒有到上一集那麼大尺度的性暗示床戲 反而死侍這次把他的魔爪都伸向了其他的男性角色 死侍酸到不行的嘴炮還是非常的好笑 針對冰雪奇緣或者是DC的英雄電影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 以及閉嘴薩諾斯 我在同一天看了兩次 然後好笑的地方都還是能夠讓我哈哈大笑出來 這個角色我本人還是非常的喜愛 我還是會很期待看到他的後續電影 畢竟他真的是太帥了 這一集的導演非常擅長拍攝一些近身的武術場面 所以死侍二有非常多精彩的動作場面 但老實說這些刀光劍影啊 飛車子彈等等的金錢場面都非常的豐盛 不過就是少了一點死侍的感覺 沒有像上一集一開場的在高速公路的那一場戲 來的那麼的爽快 反而為了展現每個角色的能力而顯得有一些融場 我覺得動作戲是拖累這部電影的很大主因 第一集的死侍最讓人欣賞的就是他的原創性 配上一個還可以的愛情故事 但是在這部電影中 每一個片段都好像從別的電影裡面複製過來的 你可以看見他很努力的想要加入到X-Men的電影宇宙當中 但這就跟羅根或者是第一集當中不願意組隊的那個死侍是被盜而辭的 然後在特效上面還是有一些粗糙 尤其是某個比較大隻的角色 Josh Boring 飾演的Cable 雞寶 在設定上面讓他比較簡單了 他的角色動機就變得有一點無聊 沒有提到他的爸爸媽媽是誰 然後Josh Boring 的身形太小隻了 站在死侍旁邊變得有一點迷你 於是就沒有辦法像死侍抱著鋼人石 所出現的那種呆猛喜劇效果 Zazie Beatrice 飾演的Dominion 擁有幸運的能力 我原本還蠻期待看到這個角色的發揮 但是現在看起來比較像是天具威能 而沒有出現那種機遇感的好運氣 就是沒有驚險的感覺 過多的角色的確造成劇本上面的分散 然後用了一個很賊很聰明的方式處理了一些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只是好像這樣子的話 就沒有必要出現那一段戲才對 只是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可以打破一絲面牆 像我現在這樣子跟你們講話 從第一集到第二集 他不斷的在自嘲所謂的Lazy Writing 意思就是編劇用很偷懶的方式 很簡單的達到他劇情上面要做到的事情 然後故事就會出現一種不合理的狀態 這是在編劇上面必須要避免的地方 也讓劇本失去了我常常所講的支撐力 而我要說的是整部電影最不合理的地方 最Lazy Writing的地方 就是Death Boo跟Russell這個小男孩 他們之間的感情 這之中的角色轉變 編劇非常的偷懶 我知道在劇本上面 看得出來是有線索死是為什麼要幫他的 但是在電影當中 就完全沒有表現出來 感覺那個力道非常的弱 我個人是相當的喜歡這部電影的前30分鐘 蠻好看的 當然最後的片尾段落更是 極度的精彩 藉由一個很棒的續集開場 去挖掘這個角色更多的個性 死是這個不死之聲 或者你看他全身燒傷的外表還有臉孔 其實本身就有一個自我毀滅的性格在 但是大概在機堡進入到主劇情之後 就漸漸變成一個很普通的動作電影 你就感覺不到他跟其他的X戰情電影有什麼不一樣的 當然裡面還摻雜了很多的嘴炮 結局這還不錯 幾乎所有女主角出現的場面我都蠻喜歡的 女主角他依舊能夠拉出這個角色的人性面出來 我還是會推薦這部電影給大家 他對我來講沒有糟糕 只能說相比於第一集沒有那麼好看 在第一集的大成功之下他有一點膨脹 可是畢竟有B4車可以開誰要去坐公車對吧 死是這個系列還是往更賣錢的方向套攏 所以或許會更適合給喜歡看一般的超級英雄的觀眾朋友們去看 死是惡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牛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掰掰